1999年空旷明亮的车站中 一个黑衣男人拖着疲惫的身躯坐下 他模样邋遢 满脸倦意 似乎还没睡醒 这时一个坐着轮椅的神秘人突然出现 他自称史密斯 要给男人讲一个微不足道 却令人难忘的故事 20年前 有一匹赛马被注射药物 但下药的人口风不严 透露给心爱的舞女 舞女汇报给大金主 大金主又告诉合作伙伴 隔墙有耳 二人的谈话被服务生听到 服务生得意洋洋的通知侄子迈克斯 迈克斯受购贫穷的生活 决定抓住机会改变命运 他骗过妻子 带着儿子来到赛马场 不过迈克斯毕竟不是泯灭人性的毒鬼 只是想借机改善家人生活 他在离开前把手表交给儿子 保证自己15分钟后就会回来 比赛正式开始 正如情报里说的那样 注射药物的赛马力拔头筹 遥遥领先 迈克斯仿佛看到升华生活 在向自己招手 然而就在即将冲现时 赛马突然发出一声痛苦的嘶鸣 倒在地上一动不动 仅仅一瞬间 迈克斯便从天堂跌落地狱 他双眼无神 仿佛被抽空灵魂 因为下注的前世借的当地一个新兴帮派 现在必须连本带利全部偿还 迈克斯如行尸走肉般走出马场 突然发现汽车和儿子凭空消失 就在他交集寻找前 两个帮派分子大步冲来 将他打晕带走 对方正是新兴帮派的老大 他们将迈克斯绑在椅子上 揍得血肉模糊 并把借钱的男人残忍杀害 迈克斯不明白自己只是输了两万美元 为什么会招来杀身之货 但对方没有解释 套上袋子将他活活闷死 同时也没放过迈克斯的妻儿 因为新兴帮派要借助此事立威 就这样 因为一匹赛马 一个幸福的家庭迎来灭顶之灾 男人听完倒吸一口凉气 震惊于帮派大佬的狠拉手段 却不知道这个故事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但他也没机会知道了 只听咔嚓一声 史密斯面无表情地扭断男人脖子 用轮椅把尸体推进货车车厢 这个心狠手辣的史密斯究竟是谁 他又为什么要杀害无辜的男人 大家好 我是探长K 欢迎回到不影答案局 今天让我们来翻阅悬疑区015号档案 幸运数字斯莱文 今天对于斯莱文来说 显然是不幸的 他一早上丢掉工作 回家发现房子被白蚁拆毁 去找女友 又撞见女友和别人偷情 无奈之下 斯莱文只好投奔住在纽约的好友尼克 但刚下飞机 他又遇到抢劫 劫匪碰的一拳将他鼻梁打断 抢走钱包 逃之夭夭 好在尼克家的房门没锁 斯莱文顺时住了进来 他刚洗完澡 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只见一个如精灵般的女人笑着闯入 但在看到斯莱文时 女人脸上的笑容略微僵住 原来她是尼克的邻居林希 听完斯莱文的遭遇 林希尽管同情却也发现漏洞 为什么劫匪不管她的行李箱和手表 单单抢走钱包呢 对此斯莱文解释 可能劫匪没功夫考虑那么多 这番话尽管不怎么让人信服 但林希也不想考虑那么多 毕竟她只是来借一杯糖 这时电话突然响起 是一家酒店打来 林希听完眉头紧锁 意识到尼克可能遇到麻烦 但眼下快到上班时间 她只好风风火火地离开 告诉斯莱文等自己回来 继续调查 林希俏皮的模样 让斯莱文心生好感 下一刻敲门声再度响起 斯莱文以为是林希忘拿什么东西 然而刚打开门 突然被一个壮汉掐住脖子 而凶神恶煞的模样 显然不是什么好人 两个帮派分子走进屋 不有分说便将斯莱文按下 命令他跟自己去见老大 这番话让斯莱文明白 是尼克的麻烦 吉蒙表示他们找错人了 可等壮汉要求他证明时 斯莱文才想起 自己所有证件都装在钱包里 顿时牙口无言 这反应在二人看来就是欺骗 毕竟他们作为帮派分子 见过太多这样的人 失去耐心的男人狠狠一拳 砸在斯莱文腹部 强行把他拖进车 就这样 斯莱文稀里糊涂的 被带到黑帮大佬安东尼面前 他还想解释自己不是尼克 但安东尼完全懒得听 他向斯莱文展示一具 放在冰窖里的尸体 那是他的会计 几天前被人杀害 账本也被抢走 不过安东尼手里还有备份 查出尼克欠自己9万多美元 但现在他可以提供一个机会 只要斯莱文帮自己一个小忙 欠款就能一笔勾销 听到这话 斯莱文急忙答应 却不料这个小忙一点都不小 安东尼竟让他去解决 敌对帮派大佬 拉比的儿子 原来安东尼的儿子 昨天被人杀害 他认为这一定是拉比所做 毕竟也唯有拉比有这个胆子 所以决定 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拉比的儿子名叫伊萨克 因为喜欢男人 所以绰号仙女 但这些斯莱文根本不想听 他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必须要去杀人 听到这话 安东尼哈哈大笑 眼中却满是胸光 他威胁斯莱文 要么还钱 要么去解决伊萨克 不然就去冰窖和会计坐在一起 说完 将斯莱文送进电梯 留给他一天的考虑时间 就在电梯门关闭的同时 史密斯竟无声出现 原来 安东尼就是在他的推荐下 才找上斯莱文 听着安东尼的质问 史密斯带着胸有成竹的笑容 安慰他稍安勿躁 不久后 斯莱文回到尼克家 发现门前放着一份报纸 林西再度出现 邀请他去酒店调查尼克的踪迹 斯莱文忽然看到 报纸头条竟是安东尼会计的失踪案 就在二人疑惑前 林西房间的电话突然响起 他急忙赶去接听 下一刻 熟悉的敲门声再度传来 这次是另外两个帮派分子 他们人狠话不多 又是一拳砸在斯莱文腹部 强行带他去见自己的老大 随着汽车行驶 斯莱文看到安东尼居住的大楼 误以为还是他要见自己 却不料目的地是大楼对面 原来二人是拉比的手下 二十年前 拉比和安东尼亲入手足 联手在纽约闯出一片天 但随着帮派逐渐做大 二人关系却越来越差 现在更是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他们整日躲在办公室不敢出门 生怕对方暗杀自己 很快斯莱文见到拉比 不用说 一定又是尼克惹的麻烦 得知尼克签拉比三万多美元 斯莱文急忙解释 自己不是尼克 那真挚的眼神和诚恳的话语 让拉比若有所思 不过在片刻后 还是命令他两天内还钱 更是掏出短柄猎枪冷生威胁 这下斯莱文别无选择 只能吃这个哑巴亏 然而他刚离开 史密斯竟出现在拉比办公室 心思缜密的拉比 已经看出斯莱文没有撒谎 便好奇地询问史密斯 你们有什么仇怨 听到这话 史密斯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保证会解决暗洞尼 显然他正在策划一场可怕的阴谋 等斯莱文回家已经是晚上 林希也已调查完毕 他从酒店工作的朋友那里 得知尼克房间号 便守在楼道等待 刚好遇到一个男人从屋里走出 林希假接打电话用手机偷拍一张照片 可他却不知道 男人正是游走在两大黑帮之间的史密斯 不过在看完照片后 斯莱文表示不认识这个人 林希接着说道 他一路跟踪史密斯来的市中心 不久后却看到斯莱文从大楼走出 迎着林希质问的目光 斯莱文只好把今天的离奇遭遇 完整讲了一遍 现在他必须解决伊萨克 还要偿还不属于自己的三万多欠款 这让林希对他更加同情 不过斯莱文却一脸风轻云淡 既然躲不过去 那就直面问题 隔天他找到安东尼 答应解决伊萨克 碰巧安东尼正在下棋 便拉上斯莱文对异 期间告诉他 伊萨克脖子上的项链藏有报警器 一旦按下 保镖会第一时间赶来 他们都是退役特工 平日寸步不离 只有伊萨克在家时 保镖才会藏进墙里 那是唯一动手的地点 这些都是史密斯告诉安东尼的信息 现在安东尼又讲给斯莱文 仿佛是斯莱文在与史密斯隔空对话 随着交谈结束 安东尼赢下棋局 他脸上带着毫不掩饰的得意 将斯莱文视所玩弄于鼓掌的猎物 等斯莱文垂头丧气地离开大楼 正被蹲守在外的警察拍到 一个陌生面孔一天内接连去见两个黑帮大佬 没什么比这更让人紧张的了 警探布克急忙下令 发出斯莱文的所有信息 这时一名警员走上车 告诉众人 前两天戴号为好猫的顶级职业杀手出现在城中 这下布克彻底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似乎有一双看不见的大手在操纵着一切 与此同时 斯莱文已经回到家 正看见林西风风火火地跑来 激动地告诉他自己今天早上接到拉比会计的尸体 原来林西是一名掩饰官 就在他处理尸体时 布克走了进来 一眼认出这是拉比的会计 并提起自己曾在他手下干过一段时间 现在林西基本搞清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他认为这些都是尼克做的 甚至那个劫匪也是受尼克所顾 目的就是让斯莱文无法证明身份 成为替罪羊 可这番推论有两点说不通 一 史密斯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二 斯莱文昨天才联系上尼克 他再怎么神机妙算 也不可能提前算到这一点 这下林西的猜测被彻底推翻 但他因为忙着上班 来不及过多思考 只是在离开前邀请斯莱文 如果晚上你还活着 不如一起吃个饭 天色渐暗 斯莱文并没有死 晚餐也还是要吃 看着享用美食的林西 他露出宠溺的笑容 不过斯莱文真正的目的 是调查不远处的伊萨克 他看到隔壁桌的两个保镖 心中随即有了计划 却不料布克与手下 同样在餐厅监视 等伊萨克前往卫生间 斯莱文起身快步跟上 他反手锁上门 将布克和保镖拦下 不久后 斯莱文急匆匆地带林西走出餐馆 告诉他 自己和伊萨克约定去他家见面 可等伊萨克离开 布克突然出现 表明身份 警告他不要搞事 因为警方已经查出 乌尼克入狱八年 最近刚被释放 所以斯莱文不可能是尼克 那他大概率就是杀手好猫 但布克也没有任何证据 只能警告一番后 放走斯莱文 林西听完顿时激动起来 先是冰窖里的尸体 又是南侧中的警察 在他看来 斯莱文就像神秘的詹姆斯邦德 这句话让斯莱文心花怒放 他从没得到过如此高的评价 并肩而行的二人 心越来越近 对世间都能看出眼中毫不掩饰的爱意 等回到家 斯莱文鼓起勇气 冲进林西房间 一切水到渠成 但爱并不能帮他解决眼下困境 隔天斯莱文出门时 敏锐发现 安东尼和拉比的手下正暗中监视 然而他却想不到 自己会被警察拐进车里审讯 眼看斯莱文一脸不以为意 布克目露凶光 挥拳砰一声地砸在他腹部 剧痛让斯莱文瞬间清醒 乖乖说出自己的姓名 先问不出其他信息 布克只好将他丢出车厢 回家后 斯莱文又与林西温存片刻 依依不舍地看着他去上班 下一刻 粗暴的敲门声响起 安东尼手下递出一身名贵服装 威胁斯莱文 尽快动手 可驾车离开的他们没有发现 拉比的两名手下已经被人暗杀 显然那双大手正在收紧 很快 夜幕降临 斯莱文面色复杂地走进伊萨克房间 告诉对方 有人打算对他下手 就在伊萨克疑惑间 斯莱文竟抽出武器 干脆利落地将其打倒 这时 史密斯如幽灵般出现 他取枪瞄准 毫无防备的斯莱文 却扑的一声将伊萨克彻底解决 而后就要给斯莱文一把车钥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二人一开始就相识吗 等斯莱文离开房间 史密斯按下伊萨克脖子上的项链 举起双枪 静静等待 下一刻 保镖破墙而出 却连人都没看清就被扑扑解决 这时 斯莱文拖着一个大袋子走来 里面竟装着史密斯在车站解决的男人 斯莱文和男人更换手表 于史密斯快步离开 只听轰的一声 烈火照亮夜空 将现场彻底分回 之后史密斯一路屠杀 见到躲在办公室的安东尼 斯莱文也找上拉比 趁其分神 一棍将他打晕 等拉比醒来 发现自己被绑在安东尼的办公室 他本以为落入安东尼的圈套 却看到自己的老对手 同样被绑在身后 四目相对下 气氛一时间有些尴尬 安东尼怒声指责拉比当年的背叛 拉比却振振有词 一扇不容二虎 我们共同打拼的绑派 凭什么要认你当老大 不过这些都是陈年旧事 最让安东尼不能忍受的是 拉比撕毁约定 对自己儿子下手 可拉比却一脸茫然 声称那场暗杀和自己毫无关系 安东尼自然不会相信 得意洋洋地告诉他 你儿子同样死了 气得拉比悲愤交加 目自欲裂 就在这时 斯莱文的声音突然响起 他从容地走到两个黑帮大佬面前 脸上没有半分畏惧 只有浓郁的仇恨 随着斯莱文开口讲述 整件事的真相彻底浮出水面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和史密斯设的局 为了接近安东尼二人 他们杀害两个帮派的会计 抢走站门 从中找到一个同时欠双方钱的人 这个人就是尼克 也是车站里的男人 他本就是个死有余故的人渣 史密斯动手没有半点心理压力 现在只需要一个导火索 让两大黑帮开战 可他们尽管水火不容 却严格遵守约定 斯莱文便躲在暗处射杀安东尼的儿子 毕竟唯有丧子之痛 才能让一个人失去理智 安东尼理所应当地将拉比当成凶手 急忙命人联系好猫 发誓要为儿子报仇 好猫正是史密斯的代号 现在鱼已经上钩 史密斯便打断斯莱文的鼻梁 让他的谎言天衣无缝 而后见到恨意套天的安东尼 接下任务 并暗示他去寻找尼克 做完这些 史密斯又找张拉比 故意透露 安东尼要对付他儿子 表示只要付出双倍仇亲 自己就能帮他解决安东尼 为了保护儿子 也为了铲除仇敌 拉比自然不可能拒绝 史密斯又让他去寻找尼克 就这样 斯莱文顺利见到两个黑帮大佬 听完这一切 拉比叫来斯莱文 表示愿意用双倍价钱 让他放过自己 可斯莱文却露出嘲讽的笑容 他告诉拉比 我没有雇主 不久后 布克接到同事电话 他们已经查到 斯莱文这个名字的由来 二十年前 有人为赢钱给塞马注射药物 新兴帮派得知后借机立威 将参与此事的所有人杀害 并帮来企图通过作弊赢钱的男人 连同他家人一起解决 杀机紧候 新兴帮派的首领 正是安东尼和拉比 而派去解决男人儿子的则是好包 看着男孩纯真的双眼 好包始终无法扣动扳机 只能谎称男孩被解决 带着他远走高飞 而当年那匹被注射药物的赛马 名叫幸运数子斯莱文 很显然 斯莱文正是当年被救下的男孩 正当不可震惊时 斯莱文无声出现在车后坐 他已经替父亲报了仇 用拉比当年的手法解决二人 现在要为母亲报仇了 斯莱文面色猙獰 悄悄伸出手枪 抵着布克的后脑 扣动扳机 瞬间鲜血四线 原来布克就是当年杀害 斯莱文母亲的枪手 就在斯莱文替父母报仇的同时 史密斯找到停尸间的林希 毫不犹豫边扣动扳机 只听扑的一声 林希倒在血泊中闭上双眼 一切尘埃落定 斯莱文坐在车站等车 但下一刻 明明死去的林希竟带着行李出现在他身旁 原来之前史密斯发现林希偷拍自己 提醒斯莱文他必须要死 但斯莱文对林希动了真情 不愿失去爱人 便在温存时告诉他这件事 斯莱文对史密斯极为了解 清楚他会朝哪里开枪 便让林希穿上防弹衣和雪包 侥幸夺过一劫 然而就在他们幸福相拥时 史密斯竟悄然出现 面色阴沉地看向斯莱文 这一幕让二人心中大惊 斯莱文将林希护在身后 鼓起勇气走上前 却不料史密斯微微一笑 他可是顶尖杀手 怎么会看不出林希炸死 这么多年 史密斯早已将斯莱文当成儿子 他尽管冷酷无情 却也有着内敛深沉的父爱 看着勇于为爱人挺身而出的斯莱文 史密斯眼中唯有欣慰 他拿出斯莱文父亲当年的手表 而后转身消失在人群中 整整二十年过去 斯莱文大仇得爆 收获真爱 史密斯也该回到自己的生活 继续化身令所有人 谈之色变的好猫 幸运数字斯莱文 是上映于2006年的剧情惊悚电影 如果以五星制来评价本片的话 阿K认为剧情三星半 本片故事设计巧妙 情节环环相扣 再加上一众知名影星的演绎 让影片质量更上一层楼 不过尽管故事整体逻辑闭环 其中却还有些意外因素 那便是最让阿K我印象深刻的灵溪 如果说整部影片都是冷色调 那么刘玉玲扮演的灵溪 就是唯一的暖色 她风风火火 俏皮可爱 让影片多了几分人情味 作为一部悬疑体材的电影 片中少不了各种线索暗示 小伙伴们是从什么时候猜出 斯莱文不一般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看的电影 也请在评论区留下片名 充分的K探长一定会尽力 满足小伙伴们的要求 好了各位 今天的答案越南到此为止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麻烦大家多多点赞订阅 我是探长K 我们下个答案见 拜拜